在独家报道 台铁才刚宣布 29号要大改点 探换老旧车辆 但是改点的前一天 原辆从七度开往屏东的自强号列车 因为后端机车头供电设备异常 两个小时内三度在月台上停摆 进行维修 当下车厢内一片昏暗 冷气停摆 旅客是一阵骚动 自强号车厢内一片昏暗 冷气停摆 旅客一阵骚动 有的旅客不等了 直接改搭月台另一头的虚间车 其实列车在上一站的月台时 也发生一样的状况 半小时内两度熄火停摆 后面的班次跟着大雾点 28号下午一点多 台铁125次自强号列车 停靠在台北站和板桥站时 因为后端的机车头供电设备异常 连续两次熄火维修 车厢内完成断电 继续追查更发现这台列车 似乎不是头一回出问题 也是这一班 也是这一班哦 后来调走 后来又调走了 我们就要等下上去怎么知道 等下开一半又坏掉了 不料列车开到新竹站时 第三度停摆 特别故障在新竹站修复 原来是担心新竹到苗栗的爬坡路段 列车会动力不足 因此趁着列车停靠新竹站时 台铁派人员在后方加挂 另一台动力机车 最后列车停靠彰化站后 所有旅客换成另一台自强号 继续南下 台铁才刚宣布 29号将要大改点 没想到自强号列车先出包 对于台铁列车的维护 民众恐怕再失信心 记者陶宇轩 陈建国台大罗